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除干净的话 比如大脑突免的脑毛瘤 切除了肿瘤 还切除了发源地 这样就处于彻底切除肿瘤 我个人认为了 这么切除完了以后 病人有可能的在他的余生中 不会再有问题了 当然有些部位的肿瘤 确实是手术不能够完全切除 比如比较大的肿瘤 寝食了痘 痘内已经生存肿瘤 这样不能完全切除 肿瘤有可能是在几年或者几十年后又复发了 当然说是有的肿瘤 比如安躯的一些大的肿瘤 包括了神经血管 这样切除的程度更差 这样他的生存期 更短 也就是复发力 复发的速度更快 感谢观看